今天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的发布会 有记者提到 美国又有参议员提出 下周要与达赖会面 对此江鱼表示 希望美方不以任何方式 支持和纵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 江鱼说 越来越多的事实充分证明 拉萨314暴力事件 是达赖分裂集团有组织有预谋 精心策划和煽动的 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造成 因此希望有关国家有关人士 能够尊重事实 辩明是非 在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这些重大的问题上 在中国政府依法合理合法保护 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些方面 给予中方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至于美方有一些什么人 对达赖分裂势力的支持和活动 江鱼表示 我们觉得美方应该清醒的认识 达赖的真实的面目 因为更多的事实已经说明 达赖是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 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 我们希望美方会以任何的方式 支持和纵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 我们再来看 藏传佛教嘎举派活佛 心杂丹增驱扎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达赖集团破坏奥运会的行径 不得人心 自课议 他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稳定 人民生活安康 在拉萨附近的浪卡子县有一座桑顶寺 寺庙的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庆屈真 是西藏自治区唯一的女活佛 如今她还是全国政协常委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 经历过新旧西藏的桑顶多吉帕姆 如何看待西藏的过去和现在 我们来看记者对她的最新访问 来到三顶多吉帕姆德庆屈真 在拉萨的家 不巧她正在生病 但三顶多吉帕姆仍然坚持如约接受记者的采访 1942年出生的德庆屈真 五岁就被选为西藏三顶寺第十二世活佛 此后八年她一直在三顶寺学经 1955年到1956年 三顶赴祖国内地参观 1959年至1962年 三顶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以前自己是三大领主之一 是一个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的人 现在是一个服务于人民的人 在共产党的关怀下 我作为爱国人士 逐渐成长为西藏自治区的人大副主任 三顶说旧西藏黑暗残酷 农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和平解放民族改革废除了农奴制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旧社会西藏没有文化教育 非常沦厚 基本没有学校 广大人民的子女没有学习机会 大部分是文盲 现在大中小学都有 广大人民的孩子都有学习机会 三顶说旧西藏没有像样的医院 只有一个很小的藏医院 普通人也无法享受 现在西藏大大小小医院很多 普通人想看中医西医藏医都可以 这在旧西藏是不能想象的 新西藏的发展变化是举世瞩目 有目共睹的 3月10号以来 特别是3月14号 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 这是国外反华势力和少数分裂势力 有计划有预谋的破坏活动 他们的目的是企图破坏阻挠奥运会 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复辟封建农奴制度 反正就是不愿看到幸福安宁的西藏 我们再来看 始建于清朝的北京著名的观光点 雍和宫 引起丰富而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 吸引众多游客 那么雍和宫与藏传佛教 与清朝中央政府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一起来走进这所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寺 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寺院 皇家气派的辉鸿建筑 鼎盛的香火 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 每日吸引众多香客和中外游人 雍和宫不仅仅是一座寺庙 也是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 不过更显为人知的是 这里也是自清王朝以来 历届中央政府和西藏等地区关系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1744年 雍和宫由帝王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 乾隆皇帝的同窗好友 西藏喇嘛三世张家若比多吉 是雍和宫首位掌门 从此以后雍和宫成为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中心 为了感谢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和西藏的重视 七世达赖花重金从尼泊尔买来一根白檀木 历时三年运到京城 雕刻成为万福阁内的这尊弥勒大佛 同时作为贡品献给皇帝的还有大殿四周的这些堂卡 所以这个堂卡也可以很历史又是很珍贵 当时其实带来他也每个堂卡后面都有一个贺词 尤其他有些堂卡后面他拿手都拿手都印的 所以这个堂卡确确实实说明一些历史 扶持藏传佛教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等地方的基本国策 雍和宫内的这块石碑分别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 记述了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金平撤迁制度的规范 其中的汉文更为乾隆欲比 这个碑庭是主要两点 第一点是把英文宫改为喇嘛寺庙的基点理由 尤其是1792年乾隆82岁时候制定了这个金平撤迁 因为过去活佛转世有一些弊病 因此这个乾隆把这个金平设两个 一个放在拉萨大昭寺 一个放在英文宫 所以像班辰大赖都在拉萨大昭寺抽 最后呢由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认可 最后发金印金测才有效 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设计的两个金平 现在分别供奉在北京雍和宫和西藏大昭寺 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法器 金平撤迁制度由此确立并沿用至今 十四世达赖 1954年也曾来到雍和宫讲经说法 200多年历史的雍和宫 静静诉说着藏传佛教的过去与今天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即将在下个月卸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今天同意担任俄罗斯最大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的党主席 15号普京与当选总统梅德维杰夫 共同出席了统一俄罗斯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普京在会上发言时表示 同意出任该党主席 并将担负起领导全党的职责 随后与会的近600名代表 投票通过了对普京的提名 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 国家动马主席格雷斯洛夫 14号在会上提议普京出任党主席 随后该党修改党章 决定设立党主席和最高委员会主席两个职务 除了对普京的邀请外 统一俄罗斯党还希望梅德维杰夫 在不加入该党的情况下 成为党领导机构中的一名成员 统一俄罗斯党成立于2001年12月 以支持普京和实现社会团结为己任 目前该党的党员总数已接近200万人 是俄罗斯最大的政党 在去年12月举行的俄议会选举中 统一俄罗斯党大获全胜 获得450个议席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 接下来是一组短消息 4月15号是朝鲜已故领导人 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 也就是朝鲜的太阳日 朝鲜各界民众一大早就来到平壤市中心的万寿台 金日成同向前敬献花篮和花树 并默挨鞠躬 纪念金日成诞辰96周年 金日成出生于1912年4月15号 于1994年7月8号逝世 享年82岁 东地问总统奥尔塔15号在澳大利亚表示 自己将于17号返回东地问重新开始工作 奥尔塔承诺会干到总统任期结束 工作情绪不会受到遇刺事件的影响 今年2月11号 奥尔塔在位于首都地利的关底遭叛军袭击 奥尔塔重担受重伤 此后他一直在澳大利亚接受治疗和休养 巴基斯坦媒体15号报道 巴国民议会14号通过议案 敦促巴政府与联合国取得联系 建议联合国成立专门的 被捕托遇害调查委员会 以便尽早将罪犯绳之以法 被捕托去年12月27号在一次竞选集会上遭自杀式袭击身亡 此后他领导的人民党一直希望联合国介入调查此案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14号宣布已经与西北航空公司达成收购协议 合并后组建的新公司总部将设在亚特兰大 市值高达177亿美元 年营运额接近300亿美元 是全球最大的航空企业 目前这一收购案还需得到反垄断部门的批准 前巴西国家足球队前锋有独狼之称的罗马里奥 15号正式宣布退役 结束了他近23年的绿英生涯 今年42岁的罗马里奥 曾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73次打入56球 并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 用武力进球帮助巴西队捧得大理神杯 中国财政部今天公告说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自2008年4月1号至6月30号 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以及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部分进口成品油 实行进口环节增值税先征后返 根据公告 实行进口环节增值税先征后返的进口成品油 包括了中石油进口的50万吨汽油 100万吨柴油 和中石化进口的50万吨汽油 150万吨柴油 我们再来看一段消息 第10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在广州开幕 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广交会 本届广交会分两期举行 第一期4月15号到20号 第二期4月25号到30号 共有18700多家境内外企业参展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保监会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全国所有中小学原则上都应投保校方责任保险 这项保险学生家长不用掏钱 公办小学初中投保 由学校公用经费支出 全国数亿中小学生在校园发生伤害事故时 将能获得经济补偿 中国教育部与新西兰教育部日前在北京签署协议 相互承认学历学位 至此英国法国德国等多数教育发达国家 都与中国互认高等教育学历学位 北京澳组委今天宣布 由专业人士和学生组成的 34个奥运会体育展示团队已经确立 赛场拉拉队 奥运升旗手 颁奖礼仪小姐 化妆师也已确定 此外奥运会所有比赛场馆 将在奥运会开幕前60天全面封闭管理 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中国新闻节目 接下来是由鲁健主持的今日关注节目 欢迎大家收看 各位观众再见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 今日关注 奥运会火炬传递 是让更多的民众实现参与奥运梦想的最佳路径 从阿拉木图开始传递至今 世界各地人民如何热情迎接奥运圣火 火炬传递背后都有哪些感人故事 圣火传递在个别地区受到干扰 能否阻挠人们对奥运圣火的期待 说